OK 兄弟们大家好 因为 剑慧单挑赛的赛季结束之后 咱们就给兄弟们来 写说一下精彩的一个 5x5的一个 剑慧的一个比赛 不要觉得我只会打单挑 好吧 咱们这边的话 写说5x5的话也是没有问题 对面的话是钓鱼岛的一个 独战队 先打两个盆体 对面的话是鱼岛的一个复战队 冠战队的话是雪山的一个复战队 两边的话都是同阵容 但是门派的话是有一点不同 对面的话是一个神武林 神武林国标 冠战队的话是一个魔王寨的一个国标 冠战队这边的话也是拿到了自己 对吧 心仪已久的剑慧单挑赛 全服冠军之后的话 这边的话也是参与了一个团队的一个 剑慧五为五的一个比赛 这边的话也是一个人生赢家呀 对吧 单挑也能打 五为五也能打 对吧 在雪山的话 单挑冠军也拿过 对吧 全服的单挑冠军也 也拿过 万一在雪山 对吧 混一混的话 拿个全服的福战冠冠军的话 梦幻西游的话圆满了 真的 对吧 你能拿福战的冠军 不一定的话 能拿单挑赛的这个冠军 谁说的话 确实有东西 从阵容而言的话 观战队的阵容要 略微的要吃亏一些 怎么这么讲呢 因为什么您的 青四的这个技能啊 跟这个大坦官府的青四技能 都是点人的 比较适合于这个国标的一个队伍 然后的话 这个 魔玩战的这个青四技能 兄弟们可以看一下 就其实也就是增加一个 30%的一个 几率而已 其实作用不是特别大 所以说的话 从阵容的角度来讲的话 对面的阵容更加好一些 从阵法的角度来讲的话 观战队有一把 阵法的一个小课 看一下能不能 弥补这个阵容的不足 比赛的话 第三回合 我们来看一下 打完剑回单挑赛之后啊 我们来看一下 环家轰炸机的话 打这个 5v5的一个比赛 看一下有一个 怎么样的一个发挥啊 也是好久没有 来看这个 5v5的一个比赛了 雪山团队的硬件 我觉得跟 鱼岛的硬件的话 应该也是5v5开吧 雪山的硬件也不差呀 对面的话 小水安 点对面的一个大团官府 对面的话 水安召唤的话 直接点观战队的一个 尸体单位的一个发泄 对面指挥打得特别细啊 就是对面算准来 观战队要拿配数拿 而不是拿归数拿 国家轰炸机 这个山海啊 确实猛啊 只是对面 这个大团官府的话 没有中 中 大死丸 中小死丸 也观战队的话 对面女儿生直接吃啊 打得好凶 对面吃起来就要点了 哎哟 鱼岛现在 打国标队伍 打得这么凶吗 女儿村直接吃大团官府 来点观战队的一个 物理系列 配合青衣三叠 直接点倒 5回合 观战队被点倒 两个局势超级大 大逆风 不过也还行 为什么也还行呢 这两个人倒得比较早 就对面的话 地府的话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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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战队的话 女儿村有个一锁 女儿村千万不 不能够倒啊 观战队女儿村一倒的话 那就没了呀 一般三公的队友的话 就没有一锁 就点一锁 而且观战队这个 女儿村的话 也是肯定是特别脆啊 我们来看一下 比赛的第七回合 对面的话 是有机会 可以点观战队的 一个女儿村啊 我是指挥的话 女儿村的话 要准备几个盾啊 因为女儿村 第七回合一倒 对面第八回合 地府可以延长小死亡了 看一下观战队的话 雪山指挥 怎么弄 女儿村的话 选择起塔 不起盾 选择起塔 不起盾 因为我觉得 这一回合 点女儿村太明显了 你懂吧 真的是太明显了 女儿村的话 没有起盾 起了个塔 这点女儿村 你看第七回合 点第八回合延 延完女儿村的 这小死亡对面 女儿村是医术 想点谁就点谁 小死亡也挂中 这女儿村包死啊 这武器不神药的话 包死啊兄弟 还有一把新三叠 脚下有塔 女儿村倒地 观战队 雪山这个 前面这几回合 打的确实有点 有点被对面指挥 爆自三的这个感觉啊 比赛的话第七回合 第八回合的话 对面可以延长小死亡 对吧 对吧 第四回合的话 对面可以出地厅 就这个节奏的话 就不太好了 轰炸机起来 最后的话 起了个盾 化成的话 有一个三层的人心 对面的话 神灵出了一把青蛇 青蛇的话 应该会 新观战翻 女儿村的宝宝 对面地府直接延 青蛇可以点着 二号位宝宝秒 对面打得很稳 接了一把锣 怕关战翻 前点对面的 一个大潭官府 点了大潭官府的宝宝秒 关战翻的话 法西开了一把大 据他们说 就是现在这个 魔玩战的大招 是被暗改过 就是暴的那个几率 好吧 暴的那个几率的话 是没有 没有以前那么高了 比赛的话 第九回合 对面的话 天下第一顺 打得很凶 打国标的队伍 就是要对面 这一种打得这么凶 小手丸 前行挂关战翻的 一个法西 关战翻有盾 他那个小手丸的话 应该是挂大潭官府 但是大潭官府 倒地之后的话 挂到了一个法西 应该是这个节奏 对面的话 你要穿担风 化身人心五成 毕业 看一下关战翻的话 能不能稳得坐 比赛第四回合 对面几乎是一个满状态 四回合的话 对面出地厅 就这个节奏的话 非常的语导 卡着回合数 出地厅 关战翻女儿村 还没有能够起来 这个地厅的话 有点 哎呦 关战翻雪山的指挥也不错 那关战翻这个地厅的话 就是为了凡对面出地厅 那关战翻这个地厅的话 一定是那种超快的地厅 就关战翻地厅 一定是要比对面的地厅要快 两边的话 对面也是很懂啊 没有跟关战翻的地厅比速度 就关战翻出这个地厅的话 就是为了凡对面出地厅 所以说打得好 雪山这一把指挥的话没有毛病 就关战翻呢 他主动换这一把地厅 很多的 就有很多的一个使用的方法 为什么这个地厅换的特别精髓呢 就是你对面出地厅 我这个超高速的地厅 可以反你一手地厅 就是现在地厅加底是只能 加 加不了五把底了 就是你如果地厅速度太快了 你地厅 你地厅的话没有伤害 你地厅速度太慢了 我这边有地厅出不了走 那万一你那边不出地厅呢 那我直接一把底 我地厅的话可以压你大潭光斧的一个血链 不赖你大潭光斧很少先进 所以说这一把雪山的这个地厅啊 可谓是一举两得一死二秒 这个地厅是真的处得好 攻守兼备啊 关战翻的话再换地厅 对吧 这个时候换地厅作用就很明显了 对吧 你神不宁再换地厅 我可以压你的地厅 你不换地厅 我直接压你大潭光斧的血链 不赖你大潭光斧很少先进去 很简单 你看啊 就根本不需要加底色 这边的话小手丸的话没有挂中啊 也没的话地府的运气差不多 不过这边的话是有一把先四函阵 被增过之后的话 命中率会低一些 OK 那对面这个外外没有想到啊 关战翻这个地厅的速度居然比大潭光斧速度慢啊 这个是外外没有想想到的事情啊 关战翻的话开了一把大 OK 秒 哎呦 这一把警号 秒掉了对面的一个女儿村 秒掉了对面的一个关键单位 这女儿村一倒地的话 关战翻这个女儿村的话是无忌惮了呀 大家兄弟们 OK 关战翻的女儿村一看啊 对面女儿村倒了 赶紧自动一把 比赛的话14回合 关战翻的女儿村是一速啊 对面女儿村一倒地的话 不太好起来啊 起来之后的话偷不了酒啊 关战翻的话可以给对面化身丢一把无魂 关战翻的化身比对面快 女儿村出宝宝 化身给化身丢无魂 对吧 小死亡挂对面的神不灵 可以点 挂神不灵挂大弹高负都可以 看一下怎么选择 对面龟叔拉起来 封一手女儿村 亲自禁锢 关战翻的话选择也换了一个顺利器 灵刺人物倒地 没有灵刺到 可能是想 灵刺一下女儿村啊 小死亡挂关战翻的一个 魔玩仔 对面的话 神不灵出了一把青刺 脸边的小死亡都不是特别准吗 你看啊 我跟兄弟们说一下 魔玩仔 你甭管还家轰炸机的硬件再好 其实魔玩仔这个门派的话 可以说 见会的时候啊 还家轰炸机可以打 我觉得打福战的时候啊 关战翻的指挥一定不会 国标队伍啊 一定不会 用魔玩仔 因为神不灵的话是可以单点的 神不灵跟大唐官府这两个门派的轻视技能啊 都是有单点的一个能力啊 就是你 神不灵倒地 大唐官府的话出轻视可以单点 大唐官府倒地 神不灵的话也有单杀对面的一个能力 但是魔玩仔这个门派 他太靠运气了 魔玩仔这个门派的话是没有单点的能力啊 你看 增加30%的几率啊 还不一定会暴击 一把三位真火啊 你想烧死对面的福战队 我觉得也就只能够烧一下对面的对面的物理系 法系的话都不太能够烧得动啊 实话实说啊 比赛的话17回合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 对吧 这个 国标队伍的话还是神不灵会比较好用一些 比赛的话17回合 对面女儿身被封了一把特技 哎 就官大方这个警号的话是真的猛啊 兄弟们 他妈 左边倒一个 右边倒一个 我操 一下秒女儿 一下秒化身 这个是真猛啊 兄弟们 那化身一倒要断人心了 对吧 你不断人心的话 关键帆就点化身 你断人心的话 关键帆就点你其他的单位 所以说的话 这个东西的话 运气是牛皮啊 兄弟们 比赛的话18回合 关键帆换了个地厅 所以说啊 这个玩游戏啊 实力运气缺一不可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厅的话怎么用啊 看一下是快地厅还是慢地厅啊 快地厅慢地厅都无所谓了 这个时候只要亲宝宝亲到快就可以了 比赛19回合 各战翻的话也算是翻盘成功啊 这种比赛的话还是蛮精彩的 兄弟们 兄弟们喜欢看的话 可以给兄弟们 解说解说单交赛啊 对吧 再解说解说一下 这这一种精彩的一个见会 就这种局的话还可以 加一把敌 两把敌吧 应该 读解精神慢地厅啊 开无间地狱 大弹关火的话有没有敌 两把敌 两把敌慢地厅的话是有威力的 兄弟们 也不是特别慢啊 反正应该有一个高级敏捷 就会比对面的宝宝快了 好吧 慢地厅的话只要比对面的宝宝快就行了 现在浮战队的话 一般那种高速地厅啊 都是用来压炸弹关火的 一般都是用这种烂地厅啊 比赛的话19回合 比赛结束啊 雪山的话打得还是不错啊 但是我觉得有点 有点看运气了 就这个东西的话 可能你剑会运气这么好 你打不在的话 你总不可能左边秒倒一个女儿孙 右边秒倒一个化身寺吧 好吧 比赛20回合啊 咱们下集再见